2022南投灯会表演相当丰富且精彩 除了主灯猴力翁之外 更有水舞搭配五人机表演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 而因应去年疫情影响 举办多年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停办 县福考量荣有需求 特别结合灯会期间 在南投县会展中心内 办理茶、咖啡以及农色产品展出会 届次也能推广本县优质农色产 那么南投的灯会可以说是相当吸睛 今年有我们的空拍机 呈现南投县十三乡镇 不同的亮点不同社区的一个美 我想这也是另类的行销 尤其是这夜间可以说是相当的漂亮 行硕南投之外 也利用这一次的平台 能够展现南投产业的一个实力 所以艺术文化的结合 吸引相当多来自各县市的游客 所以燕雪也借这个机会 再祝福大家也邀请大家 在元宵节之前利用这一次的空档 赶快来欣赏南投灯会 民众简小姐表示 平时要买到这么优质的茶叶 都需要跑到路股 需要较长的车程时间 这次在展售会内 就可以选购到许多南投在地 优质的茶叶非常方便 今天很开心来到这个品味馆 要不然正常我们要买到 这么好喝的茶叶 都是要到路股啊 那可能都要有个车程 一个距离 那在南投市 我们不用跑到这么远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会馆里面呢 就可以买到我们想要的茶 而且今天来这个前季呢 茶砖喝到我最喜欢的贵妃茶 然后呢 希望呢 所有的南投呢 可以把爱护我们的这个 南投在地的茶 大家一起来品味馆来品茶 然后买自己爱喝的茶这样子 然后来这里就觉得很放松啊 然后也很开心 然后又很热闹 先以为Lenture感谢幸福的用心 每天举办南投灯会 为本线带了许多观光人潮 除了有许多主题灯区之外 更有摊饭区展出会等 相信就有这样的方式 能够行顺南投在地的经济产业 那么这一次的灯会区 也设置了我们的摊饭区 利用这次的平台 行顺南投的一个经济产业 让我们的小吃文化 我们的美食 我们在地的一个产业特色 能够行销出去之外 能够藏富于民 我想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乐见的 希望相辅相成 利用活动 然后带动我们的经济观光产值 我想大家一起来努力 打造活力新南投 今天南投灯会 除了有多元主题灯区外 更结合农特品展出会 相当丰富且精彩 赖议员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前来南投赏灯游玩 记得全民进南投采访报导